好 另外來看到這起事件 也是酒駕那樣的貨 台中有一名70歲老先生 他開車出門 但是他酒駕 當時往前面撞擊了紅色轎車 這紅色轎車又往前推撞 所以造成是三車的連環撞事故 尤其紅色轎車上載著一家四口 當中還有小女孩 那麼雖然撿回了性命 送醫之後人沒有大愛 不過這位母親現在也很擔心 說自己的女兒創傷症後期越來越明顯 但是她認為轎式的駕駛 毫無回憶 十字路口一輛黑色轎車 突然逆向衝進到對象車道 完全沒有剎車的 撞上了一輛紅色轎車 跟著還一路往前推撞 再波及到另一台車 照式駕駛一下車滿身酒氣 醉到連路都走不穩 車禍現場亂成了一團 三台車撞在一起 一共造成四個人受傷 車禍地點就在台中復興路五段 二十號傍晚七十歲的五姓老翁 自稱跟兒子喝了幾杯酒後 開車出門想找朋友 結果發生車禍 首當其衝的這輛紅色照車 被撞到幾乎全毀 當時車上一家四口 最小的只有一歲多 全嚇壞了 媽媽事後在臉書PO文 心疼四歲的女兒 創傷症候群越來越明顯 但是照式駕駛卻不聞不問 氣憤地說壞人一定會受到應有的制裁與懲罰 後經派員前往醫院進行酒測 發現五姓男子的酒測值超標 有關五姓男子酒後駕駛的部分 根據瞭解 照式駕駛是太平一間機械公司的負責人 這回酒駕上路 除了給替自己違法行為 負上刑事責任 被撞的兩臺車車損賠償也逃不過 貪杯的下場害人害己 記者方平文 胡杰倫 台中報導